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夏师 首先来看马股今天的走势 马股在大资本股触底反弹下 吹响反攻号角 全天大起25.82点至1691.5点 创下29个月最大单日涨幅 总结马股6月份的表现是跌多其少 全月跌了49点 主要是受到新政府为市场带来诸多变数 海外利空则是美中贸易战纠纷 为全球市场推向不确定格局 但分析员依然相信 马股表现在7月份会回稳 汇率方面 经过前一天大跌金缓后 在6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迎来涨势 亚洲货币对美元都走高 其中马币对美元走高至4.0380水平 不过对其他主要货币多下跌 接着是今天的市场加异数据 外资今天净买入2亿5942万令吉 至于本地机构及散户则个别净卖出 2亿2577万令吉 以及3366万令吉 接着来看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随着国民投资公司P&B主席丹斯里阿都华西 将在下月离职 即将卸下的主席一职 将交由精英顾问团成员之一 兼前国行总裁丹斯里姐弟接邦 国民投资公司证实 阿都华西已经提出辞呈 今天将会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外界传出 阿都华西因为在第14届大选间 捍卫前朝政府推行的消费税政策 引起新政府不满 而成为被清洗的百名正联公司高官之一 阿都华西曾经在2013年6月到2016年6月 任职首相署部长 掌管经济策划单位 但随着他的上亿元任期届满后 才被受委为国民投资公司主席 接着来看 雇员公基金局EPF 从7月1号起取消自愿存款 或一个大马退休储蓄计划中 存款额为50令吉的规定 让会员可以更弹性的选择存款的数额 但每年最高存款额为6万令吉的规定 则保持不变 除此之外 EPF也放宽存款条件 让会员不但可以存款到父母的账户中 也延伸至子女账户 但前提是 子女必须要是EPF的会员 对此 公基金局营运副首席执行员 拿杜莫浩莫纳因表示 希望透过这项弹性机制 能够让会员 格据个人财务能力 保障未来的退休福利 最后来看 国家能源公司宣布 政府已经批准公司 从今年7月1号起到年底12月31号 继续实施不平衡成本转嫁机制 ICPT 意味着 国内商业用户将被征收每千瓦时 1.35新的ICPT附加费 而家庭用户则不受影响 国能表示 由于燃料及发电成本增加 公司今年上半年 必是承担6亿9819万令吉的附加成本 或相等于每千瓦时1.35新的ICPT附加费 今天的财经线关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